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PT大西瓜成功学者访谈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何同学 他在这次的考试中 首考就拿到了高分巴炸的好成绩 其中听力拿到了89分相当于雅思9分的好成绩 口语更是拿到了90分满分的好成绩 我们恭喜他 何同学方便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你在来大西瓜之前情况吗 好的我在来大西瓜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PTE的 有考过雅思 但是对PTE就完全没有基础 那我们在来大西瓜学习PTE之前 是有自己尝试着去自学过吗 还是说来之前对提醒什么 都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完全不了解 那何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大西瓜就读了哪些课程呢 还有浸泡营的课程 你有获得怎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完全是PTE零基础 所以老师们讲的那些技巧对我来说都很有帮助 比如怎么利用电脑改券 然后去进行一个得分 或者是怎么通过Retail Lecture 他们抓那些重点去进行得分 就相当于怎么去踩它那些得分点 对吧 因为PTE跟雅思是有很大不同的 对吧 你之前是背靠雅思的 你也知道雅思的一些 一些能在雅思里面拿到高分的思路啊 或者是方法在PTE里面不一定行得通 对吧 对是的 那何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保分班以及浸泡营的课后 你复学了多久 拿到这次高分巴扎的好成绩呢 浸泡营的话 因为每天上课是六个小时 所以我上午就只是上浸泡营的课 然后晚上的时候 大概有两个多或者三个小时的时间 进行复习 一共持续了三周左右 那这三周的话 除了浸泡营每天六个小时的时间 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两个小时的额外的复习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大概花在PTE上的学习时间 是八个小时左右对吧 对 除了浸泡营之外 我们平时有在自己的学习小区里面 给老师交作业吗 有的 首先是保分班上面 它会有根据你自己的时间 给你安排一些作业 然后其次是浸泡营的话 我就会根据我今天练的题 或者是之前练的题 有哪些不熟悉的地方 我就再做一遍 然后再给老师改 这个老师批改作业的服务 是只在我们上课期间有呢 还是说一直改到我们这次拿到目标分为止呢 是从上课开始到一直拿到目标分为止的 那还有一个大家都很想了解的问题 就是改作业这一块我们有收取额外的费用吗 没有没有没有 都是免费的 而且你教什么老师就给你改什么 而且反馈都特别的仔细 那我们有看你的个人学习小群里面 你在考试之前有做过模考D对吗 是的 那通过这个模考D 我们当时有帮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 以及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进步的方向吗 有的有的 就是我当时做模考D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以前没有考过PTE 所以做模考D对于我来说 就是熟悉一下题型 还有题型的顺序 以及一个考试怎么去安排他合理的作题时间 还有后来苏珍老师给我分析了一下我的成绩 我当时好像是听力稍微差了一点 然后他就说应该是我的 Answer Short Question那一块做的不是很好 不过确实也是 因为我之前根本就没有看Answer Short Question那一块 所以最后我就冲刺了两天 然后就开始狂上Answer Short Question的基金 相当于其实模考D 首先让我们提前去了解整个考试流程 包括题目的顺序 因为有很多同学 他们就是第一次上考场的时候 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大概看了一下就上去了 或者是自学了一下上去 可能有时候提型的顺序都弄得不是很清楚 就导致他们有些题目压根就没有时间反映出来 现在是在考ASQ 或者现在是在做IS 或者现在在做Retail 都不是很清楚 这样其实对他们首次考试来说 就是不是很顺畅 整场考试下来就不会那么的顺畅 对吧 对对 就主要是提型的顺序 你就一共只有25秒的准备时间 你还要用5秒钟读题 其实挺划不来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 因为我们考前做了模考D 那我们这次考试的时候 有去就是是那种比较紧张的心态呢 还是说比较佛系的心态呢 一开始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因为大家在口语部分 其实大家都努力的在说话 所以我肯定会受到一点点影响 但是后来说了几句过后 就没那么紧张了 就开始自由发挥 那何同学 对于大西瓜的备考材料 你有使用哪些呢 我主要是用了周预测 还有易经经 你比较推荐哪些备考材料呢 我肯定是首推那个易经经的 因为它主要是我复习的一个重点 然后其次是领考一周左右 我开始用那个周预测 就去抓一些高频的考链 那何同学 方便给我们 作为一个首考高分巴扎的成功学子来说 你在整个PTE备考中 你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觉得还是有好几个提醒 都对我来说挺有用的 因为比如说Blinda老师 她讲那个DI 就讲的思路特别清楚 而且她的思路可以用到很多的题 她教我们怎么去读那个图 然后去怎么分配你的答题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帮助挺大的 还有就是一开始我写essy 也是写的不好 可能是受到了雅思的影响 然后思路比较混乱 然后有一篇作业 就是苏丹老师她给我改 她给我改了三次 就我改完 然后她又给我改 我改完她又给我改 不厌其烦的 最后我就达到了她满意的程度过后 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才能 才是对的 所以我就误了 然后后面写essy就比较顺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 对你一样都是雅思转考PTE的嘛 因为毕竟PTE要比雅思好考一些 那雅思里面会带着一些 惯有的一些写作思路 但这个其实在PTE里面是不适用的 也就是会影响我们去拿高分的一些 所以如果有同样或者是类似困扰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们 那何同学 作为一个手考高分巴扎的成功学子来说 你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备考同学们分享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你的复习计划 通过你每天有剩余的时间 以及你还有多少天去考那个题 然后你就每天安排好 你要刷多少题就可以了 就按着你的计划慢慢的走 然后还有就是认真交作业 就因为老师他学生特别多 所以他不会催你交作业 所以你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交作业 然后可以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作业里面跟老师说 老师都会去回答你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同学都比较感兴趣的浸泡营这一块 那我们当时在浸泡营上面 就是有学到跟技巧课上面不一样的东西吗 或者是浸泡营它会比我们自己平时练习 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浸泡营它主要是老师带几个学生一起做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你 它就可以针对性的告诉你 你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它可以更倾向会去记住你 然后所以它就会不断的提醒你的一些弱点 然后你可以去提高 以及就是你可以听到你的小伙伴 他们的一些答题的技巧或者方法也可以学习到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相当于浸泡营帮我们省去了很多 就是走弯路的时间 老师直接郑重要害的去告诉我们这个题 它正确思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它正确方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对吗 对对而且它也会告诉你你的缺点和应该提高的一些部分 会更加的准确 好的那感谢何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